OK OK 這樣可以齁 那接下來就來啦 X的係數是正的 同學我要大於0 所以我要的是什麼區域 正號區還是左號區 正號區啊 那請問你這個時候正號區是在右半平面還是左半平面 右半 右半平面啊 所以我們要的是哪一塊 是這一塊喔 來同學 你現在把我們要的這個範圍 用你的鉛筆 或者用你的輪光筆之類的 把這個範圍把它mark出來 這樣可以嗎 這個題目其實已經做完了 這個題目出得非常好 來 這個題目我再講一次喔 同學這個圓的圓心 一定要滿足這個限制 它一定要落在這個紅色線線的區域 對吧 因為圓心到A點的距離 一定會大於圓心到B點的距離 所以這個圓心SY 一定要滿足這個條件限制 它一定要落在這個紅色的斜線區域 這樣無了解嗎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來看這個題目喔 同學我問你 第一個選項 他說圓心喔 絕對不可能在第二項線 有沒有可能在第二項線 有可能喔 有可能在第二項線啊 對不對 當然有可能 你想啊 圓心在這裡 然後你讓它半徑慢慢放大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B點包住 然後把這個A點排除在外 這個圓是有可能造出來的 所以第一個選項 這當然要劃掉喔 圓心有可能在第二項線啊 然後同學你再看到第二個選項 他說圓心有可能在第三項線 哪有可能 不可能啊 圓心不可能在第三項線 這是不可能的 接下來第三個選項 圓心可能在第一項線 而且喔 它的半徑一定會小於十 同學我問你 圓心有沒有可能在第一項線 有 但是在第一項線的圓 請問你 它這個半徑 欸 他說半徑要怎麼樣 一定要小於十 有一定要小於十嗎 沒有啊 比如說你想想看喔 你讓這個圓心喔 在第一項線 然後讓這個圓怎麼樣 很大很大對不對 讓這個B點很靠近這個圓的邊界 把這個B點包住 這個A點還是在外面嘛 這個很大很大的圓 它的半徑可能會超過十啊 當然可以辦得到的 所以第三個選項 不對啊 第三個選項不對嘛 他說半徑一定要小於十 不一定啊 我可以讓它大於十啊 這辦得到 第四個選項他說 圓心可能在S軸 欸 同學我問你 圓心有沒有可能在S軸 有可能 然後在S軸上的話 請問你喔 它的S座標一定要小於十 對還是錯 當然錯喔 它的S座標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大於十啊 第四個選項錯啊 同學這題是多選題欸 前四個選項都錯 到第五個選項就怎麼樣 就對啊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 第五個選項啊 多選題只有一個答案 1060的學測 你覺得他有沒有很機車 很機車啊 他答案只有一個 就第五個選項 你知道你行不行 可以喔 同學你看喔 圓心可能在第四項線對不對 一二三四 有可能喔 圓心在第四項線 然後這個半徑 欸我可不可以問你 半徑一定比值大 為什麼 像那個別班喔 有些同學真的反應很快 他說老師這很簡單啊 因為這個點喔 跟這個V點 你知道這個距離 就已經是多少了 你知道這兩點的距離是多少 這兩點距離就是10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圓心喔 跑到哪裡 跑到第四項線的話 老學你把這個圓你畫畫看 我跟你講它半徑一定比值大 你稍微思考一下應該就可以 請問你 有人答對嗎 這一題 有 也是有嘛 對不對 注意喔 這一題出得不錯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一題就分析到這邊 這樣可以嗎 來這裡 你 looks ready 我來這樣的包裝